中国女兰队阵意大利比赛进到第四节 杨立维被对方撞得受伤了 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行走了 被队友和队一抬到了场下 第四节中国队损失惨重啊 陆文也是捂着自己的肚子 表情非常痛苦的来到场面 中国队把对方的主教练也气成了这个样子 后面的观众笑疯了呀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第四节究竟发生了什么 跳下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 中国队69比35已经领先34分了 但比赛打到现在已经是没有任何悬念了 中国队打到目前为止三分球运动率18投9中高达50% 给了一个后场球 黄平给到孙孟然 这个上篮不重 竟然拿到这个篮板 而且停了加39 好球连着两个 这一下陆文好像就被对方打到肚子了 看到走过来的时候是捂着自己的肚子 这一下感觉是坚持不住了 应该不是这一下 是刚才那一下 感觉对方是有一个 是守着打到路人的肚子 掩护的时候给了一个小动作 这个回放是看不到的 上一个回合的事情 小踢球 中队现在场上阵容 内线14号黄平 13号孙孟然 前方7号少庭 后卫是5号陈小佳9号季炎炎 这个陈小佳的一个主场犯规 反本肚子 白板球还是陈小佳 给基兰延中折 驰 比赛尖言三中三得六分 意大利直接投了个三不战 这只意大利女篮 就是一只依靠外线投射为主的队伍 三中球投不开的话 他们就难了 杨立维好球啊 这速度真快啊 一个变相直接上篮下 轻松的完成上篮 景都都没有跟上 杨立维又是完成了一次抢断 黄思静好球 顺势的一个上篮打成二加一 意大利子热量开始挠头了 看看黄思静的加法 加法不中 但是既然要拿到篮板 再给杨立维 咱们在进攻篮板球 咱们多抢了十个 十四比四 黄思静好球 哦 给了高松的犯规 镜头也没有照到这儿 两个人在卡位的时候 给了高松的犯规 其实都有动作 意大利这边 中距离投机 容易啊 中距算是得分了 五迪 再分开一下五迪 高松中跌 请 这球吹了五迪的犯规 一 哇 这个三中处 拖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防守已经扑上来了 还是途径 意大利这边就是联防 五迪 好球 但是裁判把这球吹掉了 裁判是一不算 感觉是一个非常连贯的 一个投篮动作 吴迪低脚三分不中 吹了吴迪的犯规这个球 这边意大利直接传球失误了 怪不得对方的主教练气成这个样子 看后边观众的表情 笑疯了呀 都开始起哄了 意大利主教练全场就数他气最多了 高宋又是一个中投 看着场上这个形式 可能他的心态比较崩溃吧 谈判就最后杨利维拿到 给基安言中投 中投没投进 看板球还是高宋拿到 杨利维的速度非常快 给吴迪停顿一下 好球啊 这个时间差打得非常漂亮 这一下就是杨利维受伤的那一下 确实这一下从这个表面这个动作上也没有看出来有太大的这个动作 这一下造成的这个结果是有点严重 这个慢动作确实也没有看到 这一下已经没有办法自己走了 应该是脖子这有出伤 看着队一也是固定住杨利维的脖子 我现场这条件也是真简陋 连个担架都没有 这次意大利倒是外线三分球投的 找到一些感觉 连续的进三分 比赛不至于那么一边倒了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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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意大利队的三规数是到的 两发意中 蓝板球 吴迪拿到 吴迪迪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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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咱们的球权 点一步顺势的上篮被盖掉了 还想来个潇洒的 我最后是检验碰出界 还是给了意大利的球权 这球吹了成风的一个阻挡犯规 在场边持续的冰服 这球船的非常漂亮 好球 我得接一个中头 要掩护中队是采取换防策略 不能让对方有轻易投篮的机会 这个球还是有点厉害干拔的一个中头 小婷这个球被抢断了 意大利的反击到中队里打进 吹了一个阻挡犯规 少庭发球 两阻挡都没有阻挡进 一阻挡绝 一阻挡 五阻挡 三阻挡 收听拿到 有爹 哎呦 这球自己没拿好咋搅上了 最后还有6.7秒的时间 这个其实显示的还不对 这样还有1.1秒 全场比赛结束 中文章最终是89比51 赢了38分